原则上我在马来西亚就是开始去偏远的地方 帮忙这些华人 他们讲的就是福建话、广东话、客家话 我可以跟他们用这样的百言沟通 但是他们大部分都是小学毕业 就是念华语的 我就觉得我还是要来台湾念国语 因为我的国语不够深度 我在台湾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修女说 有这些女孩子被卖当出击 他们说这是你们散布修女会的工作 为什么你们不来这边帮忙这些女孩子 我就看到 我觉得本来我是中国人 我说为什么我可以帮忙 好像马来人也有 印尼人也有 印度人也有 为什么在台湾都还没有散布会修女 为什么我不回来台湾帮忙这些女孩子 我就来了 一来的话呢 因为台湾那时候的福利不是很成熟 都是很少 我们就一直一直开始 社会一直变 所以社会的问题越来越复杂 我就觉得我开始这样的工作的话呢 一定要训练当地的人来继续这样的工作 对 在台湾是最长久在这边 其他的国家好像印尼啊 在本国马来西亚只有五年的时间而已 我做了我的工作 他们就会派我到别的国家去 但是在台湾 因为要训练当地的人来做这样的工作 还有的话呢 这样的工作也是很复杂 也是有连贯性的 你是富保的 就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就有很多的儿童的问题 又有新移民的问题 因为他们也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所以都有连贯性 就没办法 只是做一方面的工作而已 感谢观看